Hello 欢迎今天来到这个的师傅教学 严格来说 都不是教学的 是一个分享的 那我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我一段说话 之前负债我 经过一段的年份的挣扎 那今天呢 浮上水面了 未到上岸 今天呢 会和大家讲三件事 你一定要努力 坚持去做 你必定要浮上水面 不止 你和你自己说 你和你身边看少的人说 我浮上水面之后 我还会飞 不过你先浮上水面 OK 这三件事呢 会对我之前的经验和故事 是越来越难 尤其是最后的点 最后的部分 是直接是争议性的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都经历过话 你有没有不同的方法 或者你都有共鸣的话 希望在留言 section 一起探导 我们这个society 会帮助大家 守望相助 共鸣知 好不好 欢迎第一次加入我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去到Facebook专页里面 按赞好和See First 去到YouTube频道里面 按订阅和小铃铛 我们第一时间发片 你就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亦都可以去到 下载我们我要做库库的APP 那里面的Artypesize 所有我们的视频 亦都可以尽情去浏览 那我们亦都有不同的善下活动和课程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里面 或者APP里面 都可以查询到不同的 event 的日子 那首先我来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以前很小的时候觉得债务很远 很难借钱 怎会有人那么傻 借那么多钱 其实无论什么原因都好 其实你都可能很轻易能够 拥有一笔的负债 因为巴菲特也说过的 如果你赚钱可以慢慢赚 但是你输钱可以一口气输到零 那甚至当然可以负数 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做过很多不同的炒卖和投机 那结果累累累累很多不同的原因 累累累到负80万港币畢业的时间 我另外聘职的时候 试过一个聘职职 跟我做事 他畢业了一下 即是已经自己录卡录了20万的债 是20万的债 那上来的时候 你多少月的人工才填到20万 不吃不住 才填到20万呢 我试过有个叔叔 他做到很努力的 那去到老的时候 我才发现 为什么做到这么努力 还是退不了休呢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只有几百万的全部积蓄 给了朋友 然后朋友走了 无论什么原因都好 现在正在负债你 继续要坚持 那让我过来人说一些声音 如果当时我听到这几句 我心都舒服一点 记住努力 你会浮上水面的 首先你要分财富 是有两个定义的 假设有人会定义你是贫穷人 中产人 或者有钱人 其实都是两个定义的 和会计准则的一样 一张就叫做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 那就是计算你自己拥有的身家多少 是吧 另一个方法就是income statement 就是代表拥有你收入多少 每个月收入多少 就是这两方面去做个假设 我们不同的情况 就努力attack这两方面 令到我们浮上水面 有个资金 还要想起下一步 当我们浮上水面 我们不是想住天桥的 我们不是想零的 我们想浮上水面之后 如何游上岸 所以现在这一刻 千万不要被人笑你 不要让自己少看自己 是有机会爬上来 但是你还要 不是只想浮上水面 你要再走远一点 我们要知道身家的定义是怎样 你有这一日将会发生的 第一件事 你现在立刻拿一张纸笔 或者拿张Excel写下 以后在收入方面 和支出方面 即income statement方面 你要搞定流动支出的问题 每一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 都会花的每一元 每一毫子 都只是为你生存而去洗 而为你生存而去支出 任何关于什么呢 医都不是医的 其实是 食 住 行 这三件事才是生存之道 医不要跟我说是survival 不要跟我说survival 你要每一元 每一元咬着牙关 用Excel提理也好 用Notification提理也好 用朋友提理也好 用狗的震电放电提理也好 总之每一元都是要食住行 这三件事 为什么这么重要可以做这件事呢 因为你流动的支出多 你流动的saving就会少 当你流动的saving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其他的投资 以及你可以开始还钱 或者做投资先还钱都可以 以及你的流动支出和收入 要令到它很steady 那么你的数据就可以计算到 譬如你投资未必知道什么时候 你买楼买到某都未必知道什么时候 你做一些passive income 比如写一本书 六套片放YouTube收广告 你都不知道多少钱 不计算不到 就算你的收入都不能够稳定 不过你自己for survival的每一元 是非常非常的steady 为什么不好可以运用 或者我们还会恢复呢 Don't get me wrong 因为呢 其实你要做到每一元都食住行是很难的 我给你一些好和坏的例子 好的位置刚才说了 就是食住行那里 如果你真的肚饿就买那样东西吃 那么 其实老实说 我给你一个例子 有少少争议性的 因为呢 你去到如果真的要浮上水面先的话 其实你吃的东西是给你肚饿充饥的 我买的东西吃呢 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是全部呢 是说的是小食当 我还要是顺便我下街的时间 都凡是浪费力 我再下街买东西吃 我又浪费了东西吃东西 我下班的时候呢 顺便去荃湾的小食当 买些最便宜的 即十几元 买到鸡翼 煎鸯三宝 和碗仔翅 全部是油和酸酸的 所以我为了充饥吃了些面粉 在肚子里面 但是不好味 有些盐下去 所以是极度不健康的 我的磅数呢 是去到155磅 我不是说这个方法去令你健康 你是有没有得选 而且你想多激烈 当然是很争议性 你可能没有了健康的 和我现在说的很不同 但是当时我选取的是 我要快点防上水面 否则我一生都会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有些不好的例子是什么呢 都是关于肚饿的 如果最简单的方法去存钱 就是你不要在最肚饿的时候 去走超级市场 你不要在最肚饿的时候 进一间餐厅 所以你也要有艺术地 将你吃的东西 去摊分不止三餐 小吃多餐 不是给你健康 是给你令到你的充饥感是足够 令到你不会乱花钱 这些都是七情六欲 那这些欲望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会花钱 突然想打机 突然想吃饭 总之有个习惯 去控制你的流动支出 有百利而无一害 那最重要呢 亦都不可以先花未来钱 如果你再做credit card 塌上塌 其实也帮不了你自己 所以真的有机会 你是躲在房间那边 那时候也是躲在房间那裡 很久啊 如果一出去呢 就为了你赚钱而已 第二 就是make sure你有收入 千万不要想着 你是最佳的韩剧男主角 还有有些童话式故事 你会发生 突然间你手上只有一百元 可以变成一亿 这样的 不可能的 一百元变一百万都不行 你一定要出去的 你一定要出去的 所以收入呢 一定会有 你打一份工去补习 做什么呢 都是要有收入 你每一个时间 burn 你都是 其实食住行都是帮你花钱 你个人生存的时候 一定要make sure 每一分钟 都是有办法去赚钱 如果不然 你都是因为食住行不够钱 都是会死的 都是会死的 第一 你要可能有份工 稳定的工作 可能fix salary 但不要说那么多 passive income 因为说passive income 是很奢侈的 passive income 意思就是 你有一段的时间去做一些行动 譬如你买了一层楼收租 你又有钱先 是不是 你写了一本书 等那么长时间 才稳定 可能几百元几百元 细水长流地去呢 你的中间是一至两年去做的 也都有机会 在一些佣金式制度的东西 可能没有底薪的 其实你要存一大段的network 才能开始到 就算你去做 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make sure 你现在继续能够 survive到 因为你现在说 你现在连生存都不行 我给你一个例子 一个我自己做的例子 以及一些 我自己想到 不想做的例子 那 好的例子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好 那时候就leverage我自己有的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 乐器和英文 两件事 那英文我 乐器呢 其实我不是很厉害的 不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不能够教到很多钱 所以我放弃了 但是英文呢 我也不厉害 但是我懂得说话 所以我是 可以供成人的 沟通上的英语 譬如 和business english 那样 那我就会周围去走去补习 而且收得都挺贵的 可以收得挺贵的 那其实呢 我出去的时候呢 就会arelocate 所有排了时间表 那接着如果教得好呢 会有referral 那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学习到referral 和networking的威力 那这样也不够的 那有机会呢 譬如我老婆教国际学校 教英文的 有时走去沙田 有时走去半山 有时走去跑马地 那都不对劳 因为地区有问题 你记住一个公式就是呢 你剩下你做的事呢 都是为你生存的 当你放上水面呢 你都是睡天桥底的 你记住 你有的时间要去学习 所以你可以去牺牲你的时间 去牺牲你生活的quality 去赚钱 不过呢 不可以牺牲你的时间 你的时间呢 不可以浪费去乘车 没工作 你不可以浪费去 奔走两地的时候呢 然后呢 就去没有时间去增值 你不可以浪费时间呢 去一份会劲OT的人工 但是都给你多一点点钱 不过劲OT令到你夜班 都没得去学习 所以呢 我当时做的就是 如果逢是由尖旺的地方呢 我就全部只是接由尖旺 那你都要选 我明白的 就是要选客的 你有一段时间才可以选 那我最后是有这样做 开头就没得选 但是呢 你记住的目标就是 不是呢 你的时间不是不值钱 现在我没有得选 所以呢 我现在要拿点时间去赚钱 但是不代表 你可以买通了 我所有联米夜晚时间 包括什么呢 如果最集的 好像我妹妹那样 现在不是了 做了这么多年marketing 不单只要OT OT到有时是11点 有时是3点 有时不用睡觉 所以呢 令到你不能够很steadily 有一个时间去commit 去上课 去学习 去增值 拿多些文憑 那你上水面呢 都是没得再去高一点的 那所以这些一组 我不是说全国marketing 我说我妹那些marketing 因为她帮一些大公司 就是你肯定听过的 就是大的机构 就是媒体的公司 那另外呢 走行night trip的工作 可能是做康奸 护士 我不是说这个行业不好 就是这个的性质 要做night trip 可以要是呢 你就全部day trip 要是就你知道 哪一晚night trip 哪一晚不用 要不然你夜晚时间 就少了机会增值 或者读一些盟憑的东西 可能你本身 就算不是夜晚要读书 你本身都可以抽时间去学习 譬如我的话呢 我宁愿我再早一点 可能设计早的地区 会设计近我自己住的地方 多了半个钟 都可以 每天多半个钟 我就看一本书 如果早一点的target 以这个组合增长 做的一件事 其实今天的财富 可能早一点会达到的 都未定 有时讲得投资市场 或者房地产 你早一年就早一年的 你早半年就不同了 天分地暗的 所以时间是很重要 你有收入 固然之重要 你都要有时间 一定要比信心自己 找个同路人一起写下共勉资 第三个就是一次性支出 可以说你拥有的资产 无端的支出 不是每天都用的东西 例如吃饭 突然间有一笔钱要花 所以那些钱要花 其实你少了积蓄 你积蓄有在 其实你可以买楼 给首期 去买股票 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如果你真是好的例子 这些一次性支出 其实可以用去上课 刚才说 或者好像我这样 读了一个MBA 都要存了一段时间的钱 还有买部电脑 你也要一部电脑 至少 这些都是一次性的支出 任何的一次性支出 是只是因为投资在某些东西 而给回报你的 包括买个电脑 令到你可以做到的东西去赚钱 是吧 包括你做个学位 是真的帮到你才好 你没什么都学 真的帮到你赚钱 不是说你拆花 当然啦 拆花、打篮球、音乐 是不是立即帮你赚到钱 你现在说的 那儿端性你明天就死了 不可以我们未有资格 去讲那些质量的生活 现在讲这个的准则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今天说什么 今天就是什么 明天的东西就是明天才算 所以真的要每一元 都是用来投资 有另一元 即时出现 我给你一些坏的例子 还有很引诱的例子 譬如你出来打工 你见人 你interview 或者你需要见客 那你要怎么样 买个漂亮的西装 是不是 你没钱 记住 又没可能 漂亮的西装 漂亮的皮鞋 和漂亮的电话 即是这个成身 你可能推卖到东西 见客 或者Networking有些帮助 是不是 你这么多次 你这么多次 我exactly经过这个情况 我exactly经过这个情况 如果你要真是死到临头的时候 那些钱那么重要 我跟你说 哪样重要一点 我是犯过错 这个错 因为我一开始真的买了个漂亮的电脑 我买了一对漂亮的鞋 漂亮的西装 我那几个月真是窮到困了 我只躲在家很多天了 我去旺角都不敢 我到街都不敢闻 因为闻到食物 我就肚饿 一肚饿就要花钱 一花14元 就是我户口的10%身家 你和我买漂亮鞋 不是今天赚到钱 我跟你说 你要做什么呢 你就是留一些钱 去储蓄 或者做另外的投资 或者读个文憑 你这个时间去做什么呢 你这个时间去磨理你的嘴 去散发你的charisma 你这个人有没有point 是的 没错 的而是觉得 例如需要写我的见客都不少一次 他真的呢 特别是看你的标 立刻看你的鞋 你可以买到多漂亮的标 你买多漂亮都好 都看不到别人觉得你是有钱的那只鞋 你可以买多漂亮的鞋 我们说 你到今天呢 穿这么多西装 穿这么多鞋 你对鞋一千元 或一万元 可以硬忙得出 你没有办法呢 可以去到那个level 不如就不要做了 你省点时间呢 磨理你唯一可以帮你有钱赚的任何的skill set 你现在省点时间去做 省点时间去做 那有些你以为不应该做 但可能做什么呢 比如吃饭 吃一顿漂亮的饭 不是不行的 你吃一顿饭是用来networking的 不要怪我 不要怪我现实 你吃一顿饭可以达到networking 你出去游船可 可以做到networking 然后这个network 回来我只要跟你说 你去到呢 再人生的多答10年至20年之后呢 你会发现networking networking 占你90%成功的定义差不多 没有90%都80%的了 如果你问任何的 或者你经历过 或者你已经经历着的朋友 你告诉正在负债的朋友 你留言告诉你 我说的有没有错 你skill set 是令到你去touch着一些东西 你networking是让你蔓延一些东西 所以不如你省时间和钱 去做这些可以有 变回投资价值的东西 最后一个非常争议性 非常争议性 就是你明明欠钱的 你可能欠银行 你可能欠缺利卡 甚至有很大机会欠朋友钱的 那我跟你说一句 朋友的不要还住 朋友的不要还住 没有办法 如果你全部都还好 你没有办法翻身的 这个呢 这个是我自己的做法 不是不还 是不还住 但是现在你没有选择 如果你一些商业机构 或者credit card还不到钱 你要么就是责募长组 要么你就破产 那条路就不同 有少少不同的玩法 你可能没有面子 或者可能没有了朋友 你都没有办法要求 你是不是朋友来的 我现在搞都搞不定 你还叫我还钱 你都不能够行 你说这些东西 是吗 但是你知道这样的情况上 一定要还钱 要分先后 但是呢 你如果真的做 你要跟朋友说清楚 你整个老实实说的情况 但是怎么说都好 都是你错 都是你day one错 那怎么办 你死了吗 你不玩这个游戏 你按restart 是不是 如果这件事 你能够做到 你防水面 你guarantee 有些什么因要报 有些什么人 要去找他 你写下名单 你千万不要得失别人 但是你一定浮到上水面 有什么comment 在下面的session留下 我们还有其他offline的东西 都希望在活动上见到大家 投资物大专利 下次见 拜拜